那今天呢 我們本黨團希望能夠代表所有 有這個社財需求的 這個廣大的市民朋友們 請求您 簽署持續興建社會住宅的承諾書 台北市長講安在選前承諾 推動社會住宅的方向不變 所以我們具體的請求 一 持續完成柯文哲市長內內 以規劃 預計新建的社會住宅 二 以5萬戶為目標 持續盤點 整合社會住宅的基地 提出新辦社宅的具體目標與政策 並將EOD TOD 納入多元取得社會方案 民眾黨團四位議員拿著持續興建社會住宅承諾書 要市長蔣萬安簽署 蔣萬安表示 先收下就是不願簽署 讓議員認為蔣萬安不該選前承諾選後歸縮 市長 這個承諾跟您原本 在市政報告書上面的方向 跟你剛剛在我們被選的時候 答案是一樣的 那我們希望說 至少不要用這個含糊的數字代過 也能夠給我們市民確切的承諾 這件事情應該不困難 好 那蔣市長 那你真的沒有辦法簽署 你對我們的承諾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就要直接說 選前承諾 選後歸縮 選前承諾 選後歸縮 選前承諾 選後歸縮 民眾黨團總召黃金穎表示 蔣萬安除了接續 柯文哲市長任內的計劃 也希望能夠創造屬於蔣市府團隊的規劃 應該要清楚跟市民朋友報告 簡報檔案中的7000戶潛力戶在哪裡 市長你的一個社宅在兩份報告裡面各自表述 在兩份報告裡面一個是文字檔一個是簡報檔 專案報告的全文文字檔裡面 在裡面寫了一大堆 112年到115年預計開工完工跟入住的社會住宅 全部都是柯市長任內的數量 第二點裡面還寫到台北市大型公有土地資源珍規 而且稀少難勋 看起來就好像告訴我說社會住宅不能蓋了 但是你的簡報檔裡面憑空出現了7000戶 下一頁 市長你對社會住宅到底有沒有規劃 議員 第一我們新鮮社會住宅腳步不會停下 我再次強調 第二現實的狀況的確在經歷前任市府 從好市長到柯市長都積極盤點公有的土地資源 也的確在柯市長兩任蓋了4000多戶 而且規劃中施工中 其實有10332戶 那現在到我們這一任 我們也會持續這個腳步 所以預估我們在第一任 大概可以開工2000多戶 完工7000多戶 這當然都是歷任市府努力奠基的成果 是我知道市長 社會住宅是一個延續性的政策 我相信你也應該要持續 然後你今天在這邊也承諾了 持續興建社會住宅是你的承諾之一 我相信4年之後我們再重新檢討 你的這7000戶到底在哪裡 市長你想用租金補貼跟包租代管來含糊代過這7000戶 你知道這裡面租屋黑市的問題要怎麼解決嗎 時間暫停 市長 因為剛提到不管是中長期 我們第一個現在階段積極的盤點 第二其實我們預估在這一任內 至少我們在可運用的量能 我們希望能夠有2000多戶開工 然後有7000多戶能夠完工 好 市長我跟你說 社會住宅提供的保障 絕對比租金補貼還要高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是要持續做的 進一步說明EOD的政策 包含剛剛局長有講到的 預計的工作期程跟取得的戶數 這是我要提醒市長的 這應該要先稍微來想一下 協調整合局處的團隊是否已經成型 還有預算的編列是不是已經足夠 這都是接下來蔣市長你應該要來思考的 市長你在今年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你說迴避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問題 社會住宅就是你不可迴避的問題 下一頁 最後送市長一句話 市長也很喜歡唱歌 想到達明天現在就要啟程 所以社會住宅應該是你現在就要面對的問題 他今天在這個簡報檔中 憑空深處的7000戶 我們很希望蔣市長可以專案報告 來跟市民努力的來承諾 或者是清楚的明列告訴大家 這6000戶加上1000戶的公辦讀根 到底要蓋在哪裡 不過蔣市長今天拒簽承諾書 民眾黨團還是表達非常遺憾 希望社會住宅的政策不要掉放 民眾黨團幹市長陳又成表示 承諾書內容都是講完過去給社會大眾的承諾 也明確了解承諾書內容跟蔣市長的立場一樣 卻因為承諾書中歸縮兩字遲遲不敢簽 實在非常矛盾 我們今天其實要求市長簽的承諾書內容 大家從這個文字上面看起來 其實就是他過去對於廣大市民 還有對於不管是朱都盟 還有所有市民朋友的期待 那他今天完全不敢簽 我們其實也覺得很無疑 我們也再三的在議場上面提醒他 可以讓他double check 甚至可以確認很多次 那他也只知道說你的內容是一樣 但他一直很在意就是歸縮兩個字 那其實是很矛盾 因為您簽了就一點都不歸縮 我們只是希望說不要在這個國民黨在台北市議會 跟台北市府全面執政的狀況下 摒棄過去自己承諾的政見 甚至今天的七千戶 有一種先射箭再畫靶的這種疑慮 所以還是希望蔣市不要硬起來 我們這個題目在總職群一樣 還是會繼續為大家來追蹤 因為我們是有看到一些國民黨的市議員 已經有做了一些說法 看起來聽起來好像對新建社會主義 有不一樣的一個看法跟意見 所以我們就很擔心這會不會是一個 縮貼 作為他未來這個政見跳票的一個背書 所以我們其實為了這個我們也希望說 蔣市長能夠清簽下這個承諾書 代表他真心誠意的想要繼續新建我們的社會主義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東西 民眾黨團表示社會住宅的總戶數要達到百分之五 才能達到抑制房價效果 蔣市府用包租代管租金補貼方式 根本就是打臉自己的承諾 民眾黨團也會持續監督蔣市府 對社會住宅的新建進度以及規劃 記者理系會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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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當然